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·卡恩 星期五将接受纽约一名法官的讯问 有报道说由于原告有信用问题 斯特劳斯·卡恩被控性侵犯一案出现严重麻烦 这位资深法国证件人士5月被逮捕 他被控在纽约市一家豪华酒店 对一名清理他住所的房间的女服务员进行性侵犯 纽约时报说原告是几内亚移民 他自从提出诉讼以来屡次对检方说谎 纽约时报说已经发现有关这名女子的背景情况 存在严重矛盾 问题涉及她的避难申请 以及可能与贩毒和洗钱等犯罪活动有关联 斯特劳斯·卡恩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他的律师将在星期五审问时 请求减少600万美元保释金 以及放宽保释条件